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红豆、绿豆、艺人、莲子等全骨及胃精制杂粮都具有预防和改善慢性疾病,维持健康体味,调整肠胃机能功效。 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,山药、莲子、艺人、莲藕可以健脾、养胃、清新消暑,还能强化免疫系统。 而紫米、红藜麦、五穀米富含直化素可以清除自由基,降低发炎反应,好处多多。 国民健康署利用全雇及胃精制杂粮设计三款健康粽,推荐给民众。 这个体味大力给我们的一些丰富的点油。 鸡肉的五穀重,平常我们的肉类的料理,就是种子的时候它会放一些五花肉,油脂比较多,热量比较高。 所以如果改成鸡肉的话是比较低脂的肉类,它会比较多丰富的蛋白质,然后热量会比较低一点点。 那再来呢,就有其他像是顴骨杂粮类的话,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换成加上一些山药,一些莲籽,那这些呢就可以切换到原本的肉。 所以呢,相对来说它的营养价值会更丰富一点。 那第二个呢,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紫米的益人重。 那这是等下会示范的等步骤,那首先呢,我们在肉的部分,同样都是猪肉,但是你可以选择的是猪腱,它是一个脂肪比较低的部位,所以整体来说热量又会降低到很多,那就比较不用去担心如果吃重的热量高,然后会有很多节流变胖的问题。 好,那再来搭配刚才讲到的绿竹笋,那其实这个也是腎的线味比较多,它吃起来会比较粗一点点,那这个腎的线味相对的比较多一点点。 那还有再搭配一些坚果类,像是花生等等,那这个呢,就会变成是脂肪比较多重。 那再来是这个米豆、鲤麦的素食重。那素食者呢,其实蛋白质很重要,因为一般素食它选择比较少,所以我们选择什么东西来当作它的蛋白质?主要是这个白豆皮,还有毛豆人。 那这些豆鱼蛋肉类的话,都可以用豆质品去提供比较多比较完整的蛋白质。 好,那再来我们讲一下它的营养特色,像是刚才讲到,其实大部分,因为加了全部杂粮类的话,做一些替换以后,那它的整体的膳食性会比较丰富。 它可以改善你的腸胃道的功能。然后呢,再来呢,像是蛋白质就是那个重量,就是比较低脂的,整体会有比较好的影响。 那再来还有这个,像是全部杂粮类的话,它可能本身的矿物质,尤其是价粒比较多一点点,所以它会比较适合。 其实我们蛮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工具,就是我们一直在推我们的这个,我的餐盘的概念。 其实每一餐,我们希望富含各种的营养素,它就可以从每一类食物来搭配。 所以呢,可以看到粽子,粽子本身呢,可能还有那个中国大人比较足够了。 所以呢,我们的口诀当中,可以一项一项来对。 第一个是每天早晚一杯奶,那因为我们设计是午餐,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置顶。 那第二个呢,每餐水果拳头大。 所以呢,可以看到我们有准备了一个芭乐品。 那每一餐大概吃的面,就是拳头大成。 那这个就会是比较适合女生的,因为群头比较少演。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,你可以挑选比较大一点点的可能是一克的芭乐品。 那菜比水果多一点,回到粽子本身,它能添加的也许我们加了这些竹笋。 但是它的蔬菜类的还是比较不够。 所以我们这边要搭配了两个,一个是这个彩椒炒绿米笋。 那这个特色是因为,不只是绿色的蔬菜,我们还有不同颜色的蔬菜。 所以它含有比较多的齿化素。 相对来说鱼鸟油会更丰富。 然后以及这个青菜豆腐糖。 它里面有青菜也可以补充到这个菜的这个种类。 好,那再来饭跟蔬菜一样多。 整个粽子来说其他的饭的量是足够的。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会额外的去搭配。 那豆鱼蛋肉比掌心。 这边粽子的豆鱼蛋肉相对比较少。 因为盆子有1、2块,没有达到一个掌心的大成。 所以呢我们就用了这个青菜豆腐糖的豆腐去补足了这个豆鱼蛋肉类。 那最后坚果粽子1茶匙。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款在设计的时候, 都考量到这一点。 可能加了一些花生, 然后去补足了这个坚果的部分。 所以呢大家平常在家吃粽子的时候, 除了在制作的时候可以挑选一些食材做替换。 那另外呢就是在每一餐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搭配, 让它变得更比较更均衡。 好,那我们也顺便来介绍一下就是主要替换的地方, 全骨杂粮。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到替换的。 那这边就有摆设了一些我们常见的, 像是乌菇米、红骨杂粮、米豆、盐子、红铃脉。 那这些都是可以把烤粮放进粽子当中的一些食材。 国建树也邀请白湾网红Amy老师分享一个简单又快速的方法, 将蒸煮熟的全骨杂粮拌入炒料的酱汁铺于粽叶上, 放上炒好的馅料及表面一层炒料盖上粽叶, 用蒸炉或电锅蒸熟就完成美味又具粽叶香的粽子。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。